佛法挽救了我的家庭 坚定要离婚的先生回家了 没想到学佛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 学佛前 我每天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过着自己认为的幸福无忧的生活 每天为了自己能有更好的生活 拼命地挣钱奋斗 心里除了想挣更多的钱 还是挣钱 从来没有过其他的想法 因为父母从小的溺爱 使我养成了一个舍我其谁的性格 自私自利 贪婪 倔强 爱生气 脾气暴躁 也特别小气 眼里心里根本容不得别人的一点意见 也不愿意听任何反驳我的话 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单位里 心里除了自己还是自己 从来不去考虑他人的感受 那时候一直认为谁的好坏都跟我没有关系 自认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谁也没有那么伟大 去为别人付出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利用 没有真情存在 所以我只管我自己 只要我自己好就行 别人我不管 也跟我没有关系 对同事也是特别的冷淡 不懂得关心他人 从来不肯帮助别人 感觉人情都是假的 他们都跟我无关 在生活中 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发脾气 而且暴跳如雷 谁也不怕 说话做事很少给别人留情面 对父母我也是经常地顶撞 无数次地惹父母生气 使得他们伤心难过 但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在家里也是一样 刚结婚的时候 先生对我很宠爱 什么都听我的 夫妻感情也很好 可是时间长了 因为性格的缘故 我自己就飘起来了 就感觉自己每天辛苦付出 挣的钱也多 在家里就开始挑毛病 只要先生有什么事情 不是顺着我的心意 我就开始找茬 对他大呼小叫 呼来喝去 对看不到他在家里的心情付出 根本不懂得去关心先生 我还总认为自己很好 很有性格 从来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是非 也不会在背后害别人 只是遇到事情的时候直来直去 这就是我的优点 所以我就一直以这样的方式为人处事 认为自己的生活也会这样一直顺风顺水 永远地保持下去 而我却不知道 一颗恶的种子早已种下 2017年的5月份 一切我以为的美好生活突然停止了 就在4月份的时候 孩子在学校因为跟同学无意中发生碰撞 头部受伤住院 住院的过程中 我觉得先生和婆家对孩子的态度特别冷淡 他们对孩子的不关心 让我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在医院里 我打电话给公公婆婆发脾气抱怨 同时也对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厌恶心 我认为他没用 由于多年的积怨 跟他大吵了一架 发泄自己的愤怒 并借此为由提出离婚 当时只是想着吓吓他 心里就是想让先生改变态度来关心我们 没想到他竟然同意了我的离婚要求 看到先生的态度坚定 我开始后悔 于是就改口说不想离婚了 可是先生的态度特别坚决 不肯罢手 并跟我说 其实他早就受够我了 说他外面有人了 那个人比他大13岁 但他无所谓 什么也不求 什么也不图 只想找个对他好的人就行 年龄不是问题 同时 也把这么多年来 我娘家和婆家的矛盾翻出来 于是 就由我们两个人的矛盾 变成了两个家庭的矛盾 然后 就一发不可收场 他到我家 跟我爸爸大吵一架 爸爸因为我们的事情 当时气得不行 先生要离婚的态度 依然坚决 但我还是不同意 于是 他又一次 上我家跟我爸爸妈妈 大吵一架 并且 对我发出狠话 如果 我再不同意离婚的话 惹及了他 就对我全家不客气了 爸爸妈妈 因为我们闹离婚的事情 气愤到了极点 天天不停地数落我 再加上先生的种种不适和无情 让我们赶紧离婚 孩子也每天跟我抱怨 为什么别的孩子 都有爸爸和妈妈一起 而他只有妈妈 却没有爸爸的陪伴 爸爸为什么从来不管他 整个家庭 一下子陷入了一片混乱的黑暗中 我仿佛一下子从天堂跌到了地狱一般 整天生活在哭泣 怨恨 委屈和抱怨中 整个人就像疯了一样 不知所措 怎么都不敢相信 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不敢想象 一个幸福的家 转眼间就没了 因为一直以来 对先生的依赖 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用管的我 面对先生突然地离开 不闻不问 让我感觉到天塌了一样 无助到了极点 于是我在心里祈求着 谁来救救我呀 谁来救救我呀 救救我这个家呀 我该怎么办呀 突然 我一下想到了菩萨 也许菩萨能救我 于是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观世音菩萨 您救救我吧 救救这个家吧 我以后初一十五 都不吃肉了 我去庙里烧香 你救救我吧 明灵中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就像听到了我的呼唤一样 闻声就苦 几天以后 我无意当中得知 学佛也许会改变我的命运 我当时就有了强烈的欲望 我一定要学佛 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我的命运 挽救我的家庭 我知道我单位的一个同事 是学佛的 我迫不及待地想找到他 因为曾经听别的同事说过 他修得很好 很虔诚 在自己曾经的概念中 觉得信佛是老年人的事情 也由于自己从来都没有接触过佛法 对佛法也是一窍不通 只以为烧香磕头就是学佛了 菩萨就能保佑了 但既然知道了学佛可以改变命运 我义无反顾地去问了 同事对我说 学佛 首先要学会念经 要懂得佛理佛法 而且不能着急 要坚信 要坚持 还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佛法的事情 我说 我一定会好好学的 第二天 同事把心灵法门的入门手册 以及佛经念诵合集 和师父的白化佛法等 法宝拿给我 当我接过法宝的一讯经 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就像找到了内心的依靠 同事张师兄跟我说 因为他也是刚刚开始学佛不久 于是他给我推荐一位精进的老师兄 并告诉我说 这位老师兄学得特别好 很精进 很有智慧 已经学佛很多年了 让我有什么不懂 不明白的 可以随时找他沟通 然后 老师兄把我带进学佛大家庭里 当我第一眼看到 佛友发的内容的时候 我欣喜若狂 内心有个强大的意念告诉我 这就是我要找的内心深处的东西 今生今世 我都要学佛 不会舍弃 一定要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当天晚上 我按照手机里经文教念音频的指引 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大悲咒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 第二天我就会念大悲咒了 心里特别开心 然后我开始念诵功课的经文 第七天开始 念诵经文组合小房子 三个月后 许愿终生吃全素 同时 也在这位老师兄的帮助下 农历六月十九 终于把菩萨妈妈请回了家 法喜充满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们 在菩萨的慈悲加持下 在师兄耐心地开导 引导和鼓励下 我从对佛法的一窍不通 蒙蒙无知 逐渐地成长为一个 对佛法真弱生命的学佛人 许愿念经放生 诵读白话佛法 听师父开示录音 没有一天 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懈怠 因为工作的原因 时间只能靠自己争取 每天除了吃饭 睡觉 工作 其余时间都是在念经 只要不工作 就是念经 吃饭的时候 听师父的录音开示 通过对佛法的逐渐学习和了解 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因果循环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什么是人生的苦空无常 没有一件事情是长久的 这个世界有不同的空间 也有另外一种生命体 与我们在一起生存 他们过着更为艰难的生活 也让我一点点明白了 在日常生活中 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 和做人的道理 让我懂得了父母的恩情 大于一切 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在佛台前 向观世音菩萨 忏悔自己所做的错事 忏悔对父母的愧疚 对先生的愧疚 和对所有我伤害过的人的愧疚 我真的知道错了 因果循环 真实不虚 报应如影随形 师父说 夫妻之间的缘分 是善缘和恶缘 多事的纠缠 今生我们所遇到的一切 也都是一个缘分 在不断地修学佛法的过程里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的 斤斤计较 也懂得了慈悲 善良 包容 宽容 才是做人的美德 更明白了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的道理 师父说 自身一切的不顺利 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业障而起 于是 我在佛台前 一遍又一遍地忏悔 自己所做的恶业 祈求观世音菩萨 慈悲救度我 每天佛台上香 都不断地打卷 我相信那一定是菩萨妈妈的慈悲加持 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我所做的错事 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 我每天十点钟睡觉 四五点钟起床念经 听师父开示录音 诵读白话佛法 放声 平均每天念诵 五至六章经文组合小房子 念诵化解 我跟先生之间恶缘的经文组合小房子 当一波又一波经文组合小房子烧送下去之后 我跟我先生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关系也在一点一点地缓和下来 由于自己业障深重 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反复无常 于是 在师兄的指导下 我为先生 除了每天念诵化解恶缘的解节咒 和经文组合小房子以外 还每天给他念诵一遍礼佛大忏悔文 祈求菩萨妈妈 慈悲帮助我忏悔和消除 导致我和先生之间感情不顺利的业障 学佛的初期 我执着于跟先生和好如初 每天不停地狂念经 却不注重修心 不知道修正自己的错误心态 以至于效果不明显 和先生的关系不停地反复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胳膊意外骨折 爸爸心脏病复发住院 好在有师兄的指导 有观世音菩萨无数次慈悲加持 鼓舞着我坚持运用三大法宝 许愿念经放生 战胜了自己的心魔 每次都平安地度过 这些经历也让我明白 修心和修行要同时进行 这是相辅相成的 我不再执着于事情的结果 也明白了世界上所有事情的发生 成功与否都有它的缘分 不是求来的 而是修来的 做人一定要内心坦荡 顶天立地 浩然正气 无论任何事情 只要自己做好 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观世音菩萨都会安排好一切 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 在这期间三次梦中提醒我 跟先生的三世缘分 原来我真的欠他很多 于是我更加努力地念经修心 宵夜还债 心里再也不抱怨 没有了称恨 而更多的是感恩 师父说 一切苦难都是自己的增上缘 改变自己错误的思维和行为 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否则就会出现 旧夜未消 又造新夜 继续轮回 我发愿 一定要更加努力地修心修行 在我学佛两年后 先生找到我 说他不在这段时间里 我受苦了 是我的坚持 才保留了这个完整的家 现在他回来了 不走了 同时 他也惊讶我的改变 先生跟我说 学佛真好 没想到 学佛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 他也愿意跟我一起去放生 愿意回来重新照顾我们这个家 先生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弄得我措手不及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但同时我也知道 现在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安排 才会有的结果 学佛真的改变了我的命运 通过运用三大法宝 让我化解了自己命中的劫难 化解了恶缘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敏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父 现在我更加努力地修心修行 念经许愿放生 共修白化佛法 我真正地明白了人生的苦空无常 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受苦的众生 他们还没有闻到佛法 还在受着业力的牵引 受着轮回的痛苦 沉迷其中而不自知 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 保佑我开智慧 尽快消除业障 能够更好的现身说法 言传身教 有能量和力量 更好的弘扬佛法 广结善缘 广度有缘 帮助更多的人 都能够学佛念经 改变命运 我的分享结束了 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原谅 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和隆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 请恩师慈父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批评指正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分享人 一红清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